他这个人很怪 他小时候特别喜欢他 你圈转不好呀 女生一个力量没有给到位呀 都不行 你好好跟我讲吧 你不要骂人呀 那个时候就开始大档旗鼓的 不下来练舞了 因为之前都是我要求别人猜伴 而这一次是女生让我猜伴 把我这个自我的一个状态 就是掰回来了很多 我那段时间就不管学校了 全部都交给他了 包括经济大权 我说现在卡里有多少钱 一看余额不够 根本就不够 钱呢 从那一瞬间 我自己是不是个男人啊 我对不起老婆 我这一段时间让你受委屈了 我说从今天开始 我说我不会再 为任何事情觉得不好意思 谢谢你来了 敬请关注 有请主持人 土磊 真情致谢重新开始 好的 谢谢大家都来了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土磊 欢迎电视机前和现场的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本节目由三合一新方法 养护骨关节 营养物骨比例赞助播出 好 来认识一下我们三位嘉宾老师 他们分别是重庆卫视主持人 柴子鲁 媒体评论人石树思 心理专家百叶仪 好 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故事 和他跳了十年舞 可是我一直都觉得 他对我不好 就算我们每天无数次的牵手 对视 甚至拥抱 她还是会这样对我 可是这样一个无情冷漠的女人 她偏偏又是我的老婆 我一度很不能接受 她对我所做的一切 可是我又那么的离不开她 我自己一度也很纠结这个问题 可是随着这些年 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 有时候我又觉得 我还是过得挺幸福的 所以今天来到这里 真心想对你说一句 老婆 谢谢你曾经对我的不好 来 掌声有请今天的被制线人 李楠楠 老师好 大家好 我是李楠楠 这个人是你老公是吧 对 比你大多少 比我大一岁 你们俩从小就是五伴是吧 对 从小就是五伴 我俩到现在为止 应该已经过了十年这样了 从十四岁在一起就是五伴了 现在你多大 我现在二十四 她今天来向你致谢 而且片子里面最后一句话是说 谢谢你对我不好 这啥意思 对 我也挺费解的 因为我对她挺好的 我感觉我对她是属于那种 特别特别好的那种 因为她那个暴脾气吧 我估计只有我能受得了 我跟她在一起就不知道解救了多少女孩 这么一听起来好像你们两人都是 一个是受虐狂 谢谢你对我不好 一个是自恋狂 我解救了不少女孩 来 我们把她招出来问一问 掌声有请今天的致谢人徐梦芝 各位老师好 三位老师好 大家好 我叫徐梦芝 请坐 她一看就像是一个跳舞的 你一看真不像是个跳舞 就是我们所印象当中那些跳舞 国标的那些男生都是瘦长脸 对 对吧 然后那个身材很消瘦的 你真不像 我可能这个短小精悍吧 你拿到过的最好的成绩是 首先呢 就是我们两口子 曾经也是这个中国体舞蹈 联合会的这个国家青年队队员 同样呢 就是也是那个拿到了我们这个新加坡 WDSF的这个C组的冠军 你们这行不是最高奖项是什么黑池吗 黑池是文口的 我们是体育口 可能就是它体系不一样 体系不一样 而且这个我们这个舞蹈呢 统称应该叫体育舞蹈 反正我们也不懂 我们就看看好吧 看看他们跳得咋样 配合了十年的情侣 最后跳成了夫妻 对吧 来 谢谢大家 我觉得刚才那个胯下转体的动作 很好 大家谁要来试一下 来 请坐 这才叫情色和名 为什么说要感谢你对我的不好 我从小八岁开始学习跳舞 因为小的时候 家人可能是对于我的要求 还是在舞蹈艺术这个方面 还是想让我去培养一下的 因为小时候我的学习条件并不是很好 学习能力也并不是很好 然后也是听到了很多老师夸我 说小时候可能能力好 这个学动作学得快 可能对于舞蹈这个东西比较有天赋 而且我也很喜欢 我记得是06年 那个那年好像是10岁 那时候那个我们大连国际舞蹈学校就一个专业院校的一个老师去我们这个山东地区去招生 整个山东地区那一年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招了三个孩子 其中有一个就是我 因为当时我可能比较小 我父母呢当年可能是有点不太忍心 到了我12岁的时候 在08年的3月份 然后就把我送到了专业院校 可能别的小孩在12岁的时候 可能还在业余班一个培训机构里面去学 而我12岁的时候已经走到了大连去专业院校 所以说在那个时候 我父母呢就是给我一种感觉就是说 全世界都在围绕着我转 那个时候可能比较自我一些 就有点骄傲 对很骄傲 有点翘尾巴 对有点翘尾巴 那时候你舞伴是他吗 不是他 不是 对是另一位女生 你们这怎么配这个舞伴的 当时呢首先第一点两个人得先 得看对眼 对还可以 可以这么说 但是呢第二点就是 他可能比就是我们要找一个伴侣 要严苛的很多 因为两个人去搭手嘛 可能我的小的时候身材可能是比较矮小 可能老师就可能给我找一个高巧的女生 虽然的话能在舞蹈上面能称得我高一些 对 是不是那个跳得好的可以随意地挑 也可以 选舞伴 也可以 那时候是不是随你挑啊 对随我挑 可能就是只是觉得 这个女生跟我关系好 那我今天就和你跳 可能过一跳一段时间 可能感觉又不太好了 可能我再换 再换 再换 一直在换 可能跳一段时间 可能他感觉他也有不好的 就觉得身体条件不好啊 或者怎么样 跳烦了 我就 什么时候换了他呢 十四五岁的时候 然后才换的楠楠 而且我之前上一个舞伴跳得不错 跳挺好的 然后我就想找下一个舞伴的时候 应该是更好一些 身材啊 条件啊 长相啊 会更好一些 那个时候学校的领导说 哎 有一个李楠呢 身材啊 条件啊 可能都很符合你的 所以说那个时候 你和他搭手试试 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抱着试一试试的心态 然后和他搭了几次 怎么样呢 他一开始来找我大舞伴的时候 就是对我挺好的 然后呢 搭上舞伴之后就不那么好了 他这个人很怪 他小时候我特别喜欢他 因为他小时候太自大了 就像螃蟹一样 哄着走 怎么自大呢 表现在哪些方面 因为他跟他之前的舞伴拆半呢 是因为年龄不合适 因为我们比国家青年队 是有年龄限制的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他舞伴已经超零了 他的年龄是正好的 我比他小一岁 我还可以再陪他比一年 然后呢 他又来找我跳 来找我的时候 对我挺好的 就感觉相处起来 肯定很融洽嘛 也不会有什么矛盾 但是跳上之后就不是 他对于舞蹈来说 太苛刻了 因为都会有一个磨合期嘛 不能说一上来 我就给你跳得很好 对不对 要有一个磨合期 但是他对我太不好了 你稍微有一点问题的时候 全是我的问题 他自己一点没有 你圈转不好呀 你稍微退位呀 你女生一个力量 没有给到位呀 都不行 你好好跟我讲嘛 你不要骂人呀 你不要甩脸子呀 他就说 你为什么这个动作跳不好 我觉得三级残废 都会比你跳得好 你这个walk为什么走不好 就是我们一个步伐 就你是没有脑子嘛 你每天跳舞起来 就是吃饭睡觉嘛 你回去你晚上 有没有想过自己的问题在哪 就是类似于这种话 你不反驳吗 我没有反驳 我所有的反驳 就是我不吃伤 那你就不跟他做舞伴 没有那个胆当时 觉得他还跳得比我好 那人家有资本狂啊 那也不能说就是太狂了 狂得目中无人 我觉得 他狂得目中无人 你不还得给他跳吗 对 所以说我那个时候 就心里有一个想法了 就是我比较有心机 我就想的是 我现在跟你跳 但是当我跳得比你好的时候 或者咱俩成绩起来的时候 我就把你踹了 我不愿意跟他有一丝一毫的接触 那个时候我是 他的师哥 确实比较严 我说他比如说 他这个动作跳得非常不好 我说李楠楠 我说你今天是不是没吃饭 你要是没吃饭 你先去吃去 然后警戒就哭了 对 我哭了你就不要说了嘛 然后他就没有 他就说你哭什么哭 我最不喜欢女孩哭了 你出去 我们学校大厅有个镜子 他就这样说 你出去把眼泪擦干 回来练舞 除了跳舞上对你很严格 你们舞伴是不是在生活当中 在业余时间也会有很多的接触 没有 我跟他没有接触 我们出去比赛的时候 因为我们朋友都是一起的嘛 同班同学 然后你说大家一起出去吃饭呀 然后有他我就不去 这么讨厌他 非常讨厌 我们全校都知道我讨厌他 但每天都要朝夕相处 这多难受啊 对啊 所以说就是拎着舞蹈鞋 新练功房的时候是舞伴 出来就不是了 那会儿你多大十几 十四 你们比赛有奖金的吧 对啊 也有奖金 这两个人咋分呢 那个时候 有一次比赛拿了500块钱奖金 那个时候 我想着 我想 咱俩一人250也挺不好听的 然后我就想 那什么吧 我说南南你拿300 我拿200 对吧 我迁就一下 无所谓 紧接着 没有两分钟 这个姐妹老厉害了 换了两张50的 那咱俩就250 一人250 那别得给我 亲归亲 主归属 对 我不想就是在私下感觉欠他的呀 或什么 我会跟他分得很清楚 我不想受他这一些小恩小惠的 下一次 比如说对我不好的时候 我就要迁就他 我不愿意去迁就他 我再要求我们两个之间是平等的 他这个做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如果一个女生吃饭要跟你抢单 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根本不喜欢你 当然他下次也不会出来 如果他老跟你抢单 要跟你AA制 恰恰说明这个女生在乎 所以是越尊重自己 越尊重这种平等关系的女生 其实对这段感情和这个人 是在乎的 你觉得呢 是 我当时并不这么认为 你觉得老没面子了 对 我觉得你怎么这样 我说 咱也是伍伴 咱也是战友 对吧 我们需要管得很严 那个时候 一周才只能出来一次 一次呢 也就两个小时 所以那个时候 给他买点啥 说点啥 老是不要 那个时候我就比较烦 人家就不愿顺着 对 对 当时我想的是 太讨厌他了 我自己给自己心里想了 跳好了 绝对不给你跳了 现在就忍 后来我再哭的时候 我从来不当他面了 我就是 我想哭 我也一定是我俩恋爱舞下来 我自己哪怕躲侧侧里哭 在寝室哭 去哪哭都行 就是不当你面哭 就是人家已经说完你了 就没脸了 不能哭 你们俩谁更勤奋呢 练舞 我 因为我其实学舞蹈很不容易 我从四岁开始就学跳舞了 那个时候我是双向发展 就是民族跟拉丁舞都学 后来嘛 我就想去专院校 但是我爸爸不让 我爸以后想让我学一 然后我妈妈就很支持我 我妈妈就跟我一块 我们俩一拍即合 然后就说 我就不上学了 就在家里待着 就那个给我爸反抗绝食 其实现在想想 我挺对不起我爸的 我不应该用这种方式 去反抗他 我应该去好好跟他讲 但是我爸最后妥协了 就让我去学舞了 学舞了之后 我对我自己的要求非常苛刻 我们学校是男生在三楼住 女生在四楼住 男生那个住宿呢 是有一个栏杆 他会拦着男生 不让男生出来 不让男女生会窜寝的 所以管理的很严 如果你想让这个舞伴出来练舞呢 就去找管理老师 给他开个架道让他出来练舞 让那个三号出来 那个三号给我出来 对 然后他就不练 我脾气也爆嘛 我就扯着那个栏杆 我说徐梦之 你赶紧给我出来练舞 我说你为什么不练舞 我就拉他 你故意的吧 我就是不出来练 我就让所有人知道 你不练呀 不不练吗 你偷懒呢 我就自己练 然后后来直到我同学 就是我们寝室的女孩 就传传传 就说李楠要跟徐梦之拆板 比好了 立马就拆 他就开始跟我练了 他自己也就愿意下来了 但是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我不明白 你看周一到周五 我们每天要练八个小时 然后周六 好不容易能上半天课 然后休息半天 周天也能休息半天 然后晚上就开始晚自习了 那周天早上谁 哪个男生不都愿意 对吧 睡个懒觉啊 啥的 他在外面摇那个铁栏的时候 你是不是在里面骂神经病 对啊 他老是翘了 我还叫他学 就下去吧 然后自己拎这个鞋带就下去了 楠楠就是真的是开始运功了 我一想我完了 因为马上马就要比这个国家青年队的选拔了 那个时候呢 我俩关系闹得很白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几乎平常都不说话的 像陌生人一样 所以我在练功房练功厅我们才是舞伴 我说不行不行 那个时候我警戒就开始给他交上劲了 我说我不能让他超过我 然后我俩就那个时候也是误打误撞 我和我之前的舞伴比了三四年 就是比这个国家青年队都没有去 就是说能比到我自己心目中的一个名次 而我和楠楠我俩只用了三个月 就突破了曾经的自己 其实夫妻之间也应该有一种相互比较相互竞争 要有这种感受才能越来越好 对 那取得好成绩之后呢 取得好成绩之后吧 那个时候他要给我拆半 他竟然要给我拆半 那个时候就开始大当旗鼓的 不下来练舞了 然后我说为啥呀 我说你不跳得挺好的了吗 对不对 然后几天我就说 没有我之前那样对你 你也没有现在的成就啊 比完赛回来 我俩已经进了国庆队嘛 然后但是我们进国庆队是要领队服的 就是是在上海要领队服 我就想的是领完队服回来就拆半 对因为你拆了半 你就不能领队服了呀 当你们已经进了国庆队 就更不能拆半了呀 但是他执迷不悟呀 不知悔改呀 他依然觉得 你出来成绩是因为我呀 我不这么骂你 你怎么能出成绩呢 你这个分明是谬论嘛 你光骂我不上进也不行啊 就是没有意识到 自己对待别人的方式是不好的方式 你是在治他 对他就太以自我为中心了 我觉得就这样特别不好 以后跳下去 你也迟早有一天会拆半的 那既然已经我有这个成绩了 我可以在我这个成绩的基础上 再去找别人 但是后来他就来找我了 我们领对付之前的又来找我了 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还是很横 你为什么要跟我拆半啊 咱俩已经有现在这个成绩 你要是拆半 之前的付出就白努力了 不白努力呀 我再找一个更好的呀 然后他就 你不一定能找的比我更好的呀 再说了 你是我带出来的 我把你带出来 你转脚把我踹了 就是意思说 我感觉我没良心 那你咋说的 我没有没良心 我就让你拆半 你不用跟我说别的了 我也说不过你 不跟他理论 我也不跟他讲 第二次呢 他就那个时候态度就服软了呀 就好好说话 就开始站起来好好说话了 就是低头承认错误 那个时候我也意识到了 其实那个时候 我就真的 就是我自己的错误 我从来不会 就是在乎 我从来不会 我都会当做 视而不见 我从来就会排斥掉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不是我的错误 任何的问题 都是女生的问题 因为之前都是 我要求别人踩半 而这一次是女生 让我踩半 那个时候那个劲儿 有点憋不过来 那个时候解释 真正能 从他那个角度 把我这个自我的一个状态 就是掰回来了很多 其实他只要能 跟我好好去沟通 你这人吃完不吃硬的嘛 对 对不对 对 这姐妹就吃完不吃硬的 你就是一物想一物 你就碰到了这个 才能治得了你 是 你们经常会出国比赛吧 对 经常会出国比赛 你们两个人还经常在国外 那总得彼此之间照顾照顾吧 对 其实在外面的时候 他对我还是挺照顾的 但是我记忆最新的时候 他不是每一次都对我照顾的 比如说我们有一次 是在新加坡比赛 对 他对我就不是很好 我们俩也不太有交集 因为新加坡是团队性的 对 就是我们这一些国内的 一些国家队啊 国情队啊 都会一起去比 然后大家就很多人 他跟他朋友玩 我跟我朋友玩 除了比赛和练舞 然后几乎没有交集 但是那个时候 也是我对楠楠 开始改变的时候 因为之前我就觉得 他虽然说能在某一些方面 能治得了我 但是我从来不会把它当回事 我还是一个舞伴 还是个机器 但是从那一次 真是改变我了 因为那个时候 女生的拉丁舞的鞋子 就是比如说 如果是新鞋的情况下 是绝对不可能去上场比赛的 新鞋的话他会很磨脚 但那次楠楠他就带了一双新鞋 我记得非常清楚 那一天我们跳了有56支舞 一直从早上的8点半 一直比到了晚上的凌晨12点多 那个时候我们是亚太地区的第四名 A组的新鞋 当时候是第三 还有一个职业赛 我们要和老外去竞争的 我们是那一次代表了国家 进了一个前12 就进了半决赛 其实我们那一次的成绩 是比得相当好的 直到我们走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和那几个哥们 就说今天比的成绩都很好 我们应该去哪儿玩一玩 喝点酒 出来吃点饭 那个时候也是成年了 然后突然有一个我的异性朋友 上来就说 徐孟芝 你知道你伍伴在哪儿吗 我回头看了一眼 然后就发现楠楠背了一个书包 然后我推了一个黄色的 一个大的行李箱 我说你怎么了 然后他说 那个没事你走吧 然后我一看他的那个脚 你磨了八个血泡 穿着那个人字托 我说你没事吧 我说你没事没事 你们继续玩吧 我今天也挺高兴的 我说高兴 我说我高兴是高兴 我说这箱子我拿吧 然后锦芝那个时候 还没事 他说锦芝还是让我走 然后我那时候实在扭不过他 然后我就背着他一块走过来 那个时候 一个女人越是不需要你帮 其实你越想帮他 对我就越想帮他 这就是一个自尊的魅力 一个人特别自尊 自爱 反而别人是特别愿意帮助你 那他怎么追你的呢 后来 有一次特别搞笑 他追我是我有一次过生日 然后其实我隐隐约约觉得 他对我慢慢有好感了 因为他对我说话呀 各个方面 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暖男了 对 能感觉得到 过生日呢 我其实我们因为比赛嘛 过生日都是很正常的货 在学校也要练舞 也就是自己在寝室 买个蛋糕吃 然后那一次 他给我过得还挺好的 就是我们在练舞 在大馆 我们学会有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体育馆 大家都在一起练舞 那天晚上起音乐 大家都在一起练舞 突然音乐关了 然后我也很诧异 他去关的 我们都 肯定所有人目光 都会看向他 你关音乐干嘛 这个时候呢 他就很大声地 站在那个台子上讲 今天是我舞伴 鼎奶奶的生日 请大家给我的舞伴 唱一首生日快乐歌 其实我内心就很感动了 因为女生 他就受不了这个 对 我就受不了这个 他就喜欢这一套 然后大家就一起 跟我唱歌 就是让我感觉 更惊喜地在后面 就是他唱完歌了之后 就拉着往外跑 我又记得 我自己东西里面 东西都掉出来 然后后面就开始起哄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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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拉着我 往我们学校食堂那里跑 一进食堂 门一打开 就是地上摆满了 这个蜡烛 蜡烛是沿着我 到那个蛋糕的方向 去摆的 然后他就带着我去走 然后我一进去 还有一个朋友 把那个头上 那个生日环搭在我头上 然后就有蜡烛 有朋友 然后就感觉 那个生日 让我很难忘 那你们俩是在 退役之前 两人就是情侣了 是吧 对 退役之前 两人就成情侣了 他后来就追上了 那退役之后 两个人的这个发展 最开始是默契的吗 是回谁的老家 是这样 最一开始的时候 我也是有问问 男一男的 我就说那个时候 咱们是不是应该回家发展 当时嘛 就是说 家里去可能救我一个独子 父母也给考虑过了 说你和男的回来之后呢 你可以先开一个 培训机构 然后父母呢 也能支持你 回到这个 山东这边来 可能是更好一些 那个时候 男男他的爸爸 也就是我的 现在的岳父 就是一直在反对 就包括我和男男 那个时候 出对象啊 那个时候 其实男男的爸爸 也是不是很愿意 为什么 男男的爸爸 74了 啊 你爸咋那么大 你你有个哥还是姐是吧 我有哥哥 然后 哥哥比你大多少 比我大六岁 我是老来子 然后有我的时候 就年纪比较大了 就五十了 五十岁的时候 有的男男 所以说 他对男男的感情 可能更多一些 他不想让男男 就是说 从大连回来之后 你还要再去 还要去远嫁 那个时候也是 我觉得我首先 得先跟他爸爸沟通一下 然后第一次和老丈人 去沟通 去聊天 对他父母 做了一个很多的 一个承诺 我觉得不会让他 这个吃不饱 穿不暖 我觉得一切一切 都是要给他 所以说 也是因为很多事情 打动了我的老丈人 才愿意 把这么优秀的女儿 就是嫁给我 当时也很不容易 你跟我妈妈讲 我跟我爸爸也讲 我说 我想跟他回他们家发展 就我愿意跟着他去 但是我爸不愿意 我爸不愿意 我跟我妈就一块 跟我爸讲道理 然后后来 在没有 我没有跟他回家之前 他有带着他的爸爸妈妈 还有他的阿姨们 就大家一起来到我们家 来跟我爸去讲这个事情 想让南南以后 跟着他发展 跟着孟芝发展 然后我爸觉得 他们整个家庭 就是对我还挺重视的 就是家里面都愿意过来 然后就因为你们两个 离开学校 我爸慢慢慢慢地就接受了 好像你们这些退役的运动员 最后的归宿都是做老师 或者自己开培训机构 对 都是这样 但其实心里是有落差的 尤其是像你们这种跳舞的 以前是舞台上的中心 然后下了舞台要自己创业 要自我招生 对吧 那个时候我记得是17年的4月份 我们刚刚开始回到锦宁 我在学校的时候我就会在想 我觉得我回到锦宁 回到我自己的家乡 我应该选一个 特别特别好的地理位置 我爸我的学校会弄得特别好 弄得特别大 我依我俩当时的实力 和能力来说 回到家里 那学生和学员不得很多呀 回到家之后 事与愿违 真的那个时候 一问 最好的地段 然后再一问房租 水电 灯光 音响 天哪 那个时候 我就想 我说南南 我实在不行 我说还有我爸我妈呢 对不对 我说 我说 咱俩问问 我爸我妈 管她要点钱 哪怕借点钱了 对不对 咱那个 等她挣了钱之后再还给他们 南南那个时候就 就很特别坚定地告诉我 不行 说叔叔阿姨 培养你了十年 花了很多钱 说你回到家 还要让叔叔阿姨再给你花钱吗 我觉得咱俩叔里也有点钱 随便找个地方 从小开始干起 我们就是真租了一个地方 位置也可能不好 在七楼 但是这个七楼吧 是没有电梯的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刚刚开始领完证 然后那个时候 南南 那个 已经开始有这个 认诚反应了 那个时候 正好还面临到要装修学校 我就记得非常清楚 刚刚开始运来一个 特别大的一个音响 然后我就拎着那个音响 然后拎到了五楼 我真的就放下了 我想 我不想在那 我当时就想 南南叫咱换个地方 我实在不行 我说我都求你了 我真爬不动了 因为那个时候 南南她有认识反应 二楼还是三楼 她就已经吐过一次了 我需要抱着她 抱着那个音响 等着她 但是南南从来一句怨言没有 她说你还记得 你给我爸怎么说的吗 就是给我丈人怎么说的吗 她说你再苦再难 你是不是说 你都要撑下去 我说对 她说你要是做不到 我们就立马 就离婚 我就立马就回去 说你这点苦都吃不了 然后 我就特别老实 就是把它捡起来 就搬了上去 但其实最难的不是这些 最难的是招生 对 你们第一年招了几个人 疯掉了 七个孩子 第一年七个 有熟人吗 有四个孩子 是熟人 当时真的是疯掉了 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一开始想到高棚满足 全是学生 对 那个时候我说南南 不输十五天 绝对有二十个孩子过来 你哪来的自信 很狂妄 当时我想是 咱只要第一天 十五天嘛 第一天咱做好准备 第二天也做好准备 第三天 第四天 一个人来都没有 那个时候南南已经 有五六个月了 肚子开始比较显形了 然后南南告诉我 实在不行 咱去广场跳舞吧 我一开始真的是拒绝的 从我内心里边 我就接受不了 因为我觉得 无论怎么说 咱去广场跳舞 还要拿音响 我还问了他一句话 我说发传单吗 发呀 当然发传单啊 我说 我说天哪 我说谁来发 他说我来发 我说那谁跳舞 他说那你跳舞 他说你 他说你说 老公你看我的肚子 我能跳舞吗 我说就做一次啊 就做一次 他说行 我们就周六周天 拿着音响 去广场上 我记得特别清楚啊 灯光很黑 都是依靠的路灯 行人很多 就是观看我的人 像个异类 因为我穿着拉丁服 拉丁裤 拉丁鞋 你说我一个 国家青年队的选手 我走到 走到那个环境下 我不知道我要跳成 然后放了个音乐 我愣了三十秒 就我慌了 我第一次开始慌了 奶奶放了一个桑巴的音乐 非常动感 我跳完一场 开始发传单 说我们介绍我们自己 像王婆卖瓜 自买吃瓜一样 我们是来自哪里 我们是什么什么样 我们获得了奖项 然后希望有很多的小孩 能在我们这个 培训这个机构里面 去学舞蹈 说了很多这样 难为情的话 总算是跳了一个多小时 记得非常清楚 印了两千多 多张传单 发完了 松了一口气 我当时我还抱着抱奶奶 我说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挺成功的 两千张传单 销售而空 挺好的 咱们回家 紧接着接下来 最痛苦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拎着音响 拉着我老婆 从公园里把我爱走 从第一张开始 无我们的传单 我们的照片 在被别人踩 我觉得还好 没关系 扔一张 无所谓 往前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最后满地都是 我当时 我一句话没说 我连李南眼神 我都没有看 我回过去 跑过去 从第一张 我发现的传单 一直到 捡完最后一张 我没有和李南说话 打了辆车 我们就回去了 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他 当时我还抱有幻想 可能别人看我的传单之后 可能会有 这个学生来吧 也过来试课 太天真了 没有 一个学生没有 那个时候 我也不知道 自己是不是抑郁了 我在家躺着 我在想 我回到几年 回到自己的家乡 是对的还是错的 是不是我一开始就错 是不是我一开始 就不应该对 南南的爸爸承诺 也不应该对我的 对我的未来 抱有任何的那种憧憬 我就应该老老实实 在大连待着 好好地工作 我不应该为 为我和南南 负这个责任 我在逃避 当时我在床上躺着 我整个脑子都是空的 我记得那几天 特别地颓废 自从有一件事情 点醒了我 有一个快递来了 南南说 老公我今天肚子 有点不太舒服 下去求一下快递吧 从那一瞬间 我突然蹬一下 从床坐起来 我自己是不是个男人 我说对不起老婆 我这一段 先让你受委屈了 我说从今天开始 我说我不会再 为任何事情 觉得不好意思 也不会觉得 在外边跳舞 招生是件 特别特别丢人的一件事情 也可能他这一句话 把我的想法 一下说通了 我就下定决心 我说我不论怎么样 我可能不需要 未来我要大张旗鼓地去招生 但我决定会要 把我的孩子交好 后来好点了吧 现在好了 因为我一直跟他说 任何事情你是急不得的 是金子总会发光 是有道理的 好好教孩子 后来后来口碑越来越多 孩子也招得越来越多 我们差不多到 二三百孩子的时候吧 然后因为七楼的教室 也装不下了嘛 那个时候 我正好也面临生宝宝 我那段时间 就不管学校了 全部都交给他了 包括经济大全 然后他一个人 就是天天出应酬比较多 教舞蹈的老师 哪来的应酬 对 就是到现在为止 我也没有强烈的用分 哪来的应酬 主要是那个时候 他们都喊 徐校长了嘛 就我的朋友 就是可能就是 平常找我玩的时间 就比较多了 那个时候觉得 哎呀 那个是你 你们学校看的还挺好的 咱出来吃点饭 喝点酒 还行吧 还凑合你 就两三百学生吧 对 那个时候就是有点飘了 然后再加上就是 等我们学生有一定数量之后 也会有一些营销的那种团队 过来说 哎呀 那个徐校长 找你吃个饭 你说我们这个季度 我们可以帮你招生啊 我们可以怎么怎么样啊 这你们都不用管的 我们可以帮你招生 就真正到南南那时候 跟我说 哎 咱开始换个学校吧 我说好啊 可以啊 也有学生了 对不对 也能撑得起来了 然后他一看 我卡里的钱没了 对 没多少了 想换一个大一点的教室 因为孩子多了 你总让家长爬七楼 对 后期的招生也不是特别好 对 后期的规划 我想的是换一个大一点的地方 然后他说行啊 没问题啊 我说现在卡里有多少钱 就懵了 一看余额不够 根本就不够 钱呢 你再算一下自己的收入 跟这个应该不能成成比的 吃饭能吃掉那么多 花嘛 玩嘛 吃得好的 穿好的 用好的 还好没给别的女人花 对 这是最好的一点 对吧 对 因为当时嘛 就觉得刚步入社会 可能一开始只是在创业 只是在教孩子 教课 和家长打交道 但是呢 到后期 你要和外边的很多的一些人 去打交道的时候 反而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 现在钱谁管 现在钱他管 是你自己主动教的吗 必须的 认错态度还比较好 是吧 就是我感觉也是给了他一个教训吧 他跟你家人处得好吗 非常好 他和我的妈妈 也就是他的婆婆 关系的非常融洽 而且呢 男男生孩子的时候 他会进产房的那一瞬间 我们家人都特别特别的揪心 而且他等到他临到生产的时候 医生就把我换进去了 我说怎么了 那你过来要看一下那个产妇 男男就是 在那个环境下边有那个灯光 然后有很多的手术刀 还有那个针线 把我下 就是愣住了 但是我看到男男那个状态 很痛苦 然后我也看到男男那个肚子里 我的孩子在里边 在动 但是那个并不是让我流泪的点 流泪的点是在于 我看到男男那个时候 小时候 那么那么轻易被我骂哭的一个女生 生孩子的时候是一滴眼泪没有遇到 我觉得他特别特别的伟大 改掉了我很多的 在年少时期的那种狂妄自大 然后到我成长 开始出来创业的时候 男男又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相信我 给了我一个让我去创业的一个机会 同样这个女人也陪着我一块去创业 最后一点就是她也给了我 当父亲的权利和责任和义务 所以还有一句话 你不知道你认不认可 嗯 您说 不是女人离不开男人 是的 是男人离不开女人 是的 来 我们来听一下三位老师 他们的解读是什么 我觉得你们两位 不是单纯的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 而是真正的在情感上 在心灵上 在灵魂上的这种青梅竹马 其实我们说人和人相互喜欢 是我在这个人的身上 看到了一个特别自己期待的 理想化的自己 喜欢往往是因为他身上有我想要 而我还没有的东西 所以你们两位内心当中 之所以能够在这个上升的螺旋的关系当中 去完成自我的提升 也是因为你们自己内在性格当中 纯良的 坚韧的 勇气的 而且是特别正直的那一个部分 其实看你们经历了很多 因为十三四岁就在一个专业的封闭式的学校 是没有社会化的过程的 然后退役之后走到社会上来 又去完成了一次自己人生 真实的一个凡人的成长 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虽然你们很年轻 二十四岁 二十五岁 但是我真的就没有一丝一毫地觉得 你们的未来当中的情感会有什么担心 因为我感觉你们二位在内心当中 都有一个特别正的东西 而且懂得感恩 懂得自省 懂得欣赏对方 就相信你们未来一定会更加的美丽 谢谢您老师 谢谢您妈妈的到来 谢谢 谢谢您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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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很多人真的应该学习一下 就我们经常说 夫妻之间要互相地支持 鼓励 包容 但是有一点 你们今天还告诉了更多的人 要试试地去打击对方 第一 就像楠楠对你所做的一样 我要求平等 先给你立规矩 咱们无论是做舞伴 还是在生活当中当伴 第二 咱们俩的关系首先是要平等 是 然后第二 他对你的一些打击 可以让你自行 看到自己身上 我是有毛病的 咱俩搭伴 如果出现问题 永远不可能是一方面的问题 永远是咱俩都有问题 然后第三 像你这么狂那么飘的人 他可以让你保持头脑清新 把你给拽地上来 告诉你脚踏实地的跳舞 脚踏实地的生活 对 这女孩太优秀了 她明白 我要是让你听我的话 那么我要比你更优秀 那当我有实力的时候 我就有资格说那些话 对 那你也得听我的 对 我觉得她能够说的话让你听 就是因为她有榜样的力量 所以她的这一系列的 就是男的身上所具有的这些优秀的品质 才可以不停地让你进步 促使你成为 真的是看到你成为了一个更好的自己 我觉得你们两个就是 一定是非常好的一个支撑和组合 从事业到生活 祝你们越来越幸福 谢谢老师 谢谢你们 谢谢老师 我倒觉得 孟芝啊 男男最牛的地方 她要求你做的事 她嫌做 就是很多妻子 您整天懒得要死 要求老公 大红大紫 扬名立腕 你整天补骨架 要求老公勤劳勇敢 男男是对生活要求很高的人 对你要求很高的人 是 希望不要成为你今后的负担 她要求自己更高 对 我觉得她树立一个好老婆的榜样 事业上人家苦练啊 人家加班啊 人家成为更优秀的自己啊 生活中严格自律啊 你花天酒地 当了校长飘飘然 她知道每一分钱的不义啊 所以她的成长的背后 是一个对自己有着很高要求女人的胜利 你的幸运在于她做了积极的回应 没被逼疯 对 无论跳舞还是生活啊 要有这么一个严厉的女人在后面 大多数男人会疯掉 你也够坚强 坚持梦想 好好生活 祝你们幸福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你老师 谢谢你老师 来 接下来有什么话对妻子说 谢谢你来了 李安娜 你知道 这么久了 你在我心底里面 从年少时期到现在 你的模样一直没有变过 一直是那个 在外面需要让我保护 但是在家里你要保护我的女人 老婆 谢谢你 我爱你 我其实有很多不好的地方 就是我会想让自己变得更好 也想带着她 我们的家庭会更好 但是我其实不是一个 非常会善解人意温柔的女生 我觉得我也应该要改 但是有的时候脾气一上来 就没有控制住我 你永远都会容忍我 对你的不控制 我特别感谢能遇到你 你懂我 你理解我 你爱我 特别难得 谢谢你 我爱你 我爱你 本节目由三合一新方法 养护骨关节 来看看她送给妻子的礼物是什么 本节目由三合一新方法 养护骨关节 营养物骨比例赞助播出 还记得吗老婆 这个是你之前送给 这个 这个是这样 这是有来透的 哦是 这个是 楠楠第一次拒绝我的时候 我送给她的一个银项链 但那个时候楠楠你把我拒绝了 但是呢 这个礼物呢 我是一直说在家里 其实我这个东西我一直非常想找个机会送给你 但也特别感谢这个节目 他给了我一次 让我再把之前的一个怎么说呢 一个心愿给实现 我突然意识到好像该是你的就是你的 第一次记得你的时候 我都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再带上 你现在看着他们依然能够想起当年那个骄傲的小男孩 和那个倔强的小女孩 这爱情最好的样子也许是不管多大年纪之后 只要关上门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还能看见当初的影子 再生一个吧 行 祝你们幸福再见 谢谢 谢谢你老师 谢谢你老师 谢谢 来 现在我只想说谢谢你 老婆 谢谢你 我特别感谢你懂我 理解我 爱我 老婆 我爱你 我爱你 相爱相杀的感情并不多 不要认为所有的爱情都是相爱相杀的 也有相见如宾的 但无论如何内核都只有一个 就是你心里有我 我心里有你 好的 如果你也有对不起或感谢的话 想要诉说 也欢迎你来到这个舞台分享你的故事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